很多人講說 為什麼柯文哲跟白銀 可以一直領導話題 是啊 就單單有一段話 他就可以操作成一個故事 我不知道 這是不是張義三把他教的 所以現在真的是操作 操作到爐火純金你知道嗎 出來洗門瘋 所以我... 所以我要告訴大家 禁告藍綠兩黨所有的政治人物 不管是老大或大佬 或者是任何一個人 要跟柯文哲交往之前 如果你不能留下任何的紀錄 或者是不能公開 那你就代表你自己就好 你不要代表任何人 現在唯一的爭議事情是說 柯文哲說不是主動 因為這個民眾黨的粉磚前天說 民進黨主動來找他們 那我就出來講不是主動啊 你柯文哲請陳友山傳話對不對 柯文哲就說 這個絕對不是 這個甚至要提告侵害名譽 我絕對不是一個主動的男人 誰說我很主動我就告 蘇培可能下節目後跟我提點 吳征你現在發言人要嘗試這種節目 要多跟那個晃哥巴結一下 我就說是是是 下節目打給晃哥 晃哥拜託多關照 晃哥扣天就說 吳征那天主動打給我主動 我說不是哪有主動 蘇培叫我要打關係 我才打給你的 絕對不是我主動 好啦OK啦 那你要這樣講 我對不對 就跟民眾黨說團進團出 我們說那你要投同一個人 不是我們分開投也都團進團出 他們對文字的這個的詮釋啦 不太一樣 我絕對支持吳征 為什麼支持吳征 因為國民黨的這個痛 還在我的心中 磕在你 對 時時揮扇不去 我現在又突然想起了 那個軍樂大飯店 那個廣場 對然後這個那個平台 那個桌子 然後這個還有計時器 對還有計時器 還有二五八六號房的房卡 我都還記得 還有人問我說 我怎麼還記得房號廢話 這個已經刻在我心中了 你昨天說要告嘛 告到哪裡去了 對啊我昨天很期待 我昨天也跟吳征同臺 我說 不要期待 對我說 這麼期待吳征被告 我絕對支持柯文哲提告 到時候到法院來認證 到底誰沒穿褲子 反正他褲子已經找不回來了 接下來內褲可能也要飛了 好 昨天這個陳志漢 跟周宇秀的記者會是這樣說的 他說是民進黨爭取民眾黨支持 希望民眾黨支持蔡其昌 然後換取院長挺黃珊珊 但民進黨說成是柯文哲 主動打電話給這個民進黨 爭取支持黃珊珊 好 這是一個爭點 另外陳志漢說 一月三十一號當天傍晚 到柯主席辦公室拜會中間人 是廖子成跟林玉哲 都表明是代表民進黨 高層有同步跟民進黨確認過 這句話很重要 民進黨高層 我想民進黨高層 大概就黨主席或秘書長 因為現在秘書長是代理 對不對 現在還沒有正式任命 新的秘書長 所以有同步跟民進黨確認過 那廖子成跟林玉哲呢 林玉哲這兩個人 好 確定身分只有溝通 所以才變成這樣 那這個被告無真 是 停上 你事情的真相到底是怎麼樣 好 這個我相信昨天 大家都跟著我們一起梳理的 這個經過了 那我這邊簡單重點摘要 其實大家看 昨天從我講的 柯文哲講的 到陳詠欣醫師的公開信 有幾件事情不謀而合 第一件事情 1月31號晚上的時候 柯文哲打給陳詠欣 第二件事情 這通電話裡面 討論三昌配的可行性 對不對 第三件事情 後來民眾黨團 對三昌配say no 民進黨團也say no 大家都不要 就結束 這三件事情 是三方都同意了 都講了 所以毫無爭議 現在唯一的爭議事情 是說柯文哲說 不是主動 因為這個民眾黨的粉專 前天說 民進黨主動來找他們 那我就出來講 不是主動啊 你柯文哲請陳友山 傳話啊 對不對 柯文哲就說 不是 這個絕對不是 這個甚至要提告 侵害名譽 我絕對不是一個主動的男人 誰說我很主動 我就告 這樣子我很怕 那現在狀況是这样 其實我今天早上就講 其實這是一個文字遊戲 主不主動 其實真的不是重點 重點 這好像 你看就是 這完全是一個 大家各自 你要怎麼定義的問題 那問題是 大家一般觀感什麼 像蘇培 可能下節目後 跟我提點 吳蓁 你現在 發言人要嘗試上節目 要多跟那個 晃哥巴結一下 我就說是是是 下節目打 晃哥 晃哥拜託多關照 晃哥 扣天就說 吳蓁那天主動打給我 主動 我說不是 哪有主動 蘇培叫我要打關係 我才打給你的 絕對不是我主動 好啦 ok 那你要這樣講 對不對 就跟民眾黨說 團進團出 我們說 那你要投同一個人 不是 我們分開投 也就團進團出 他們對文字的 這個的詮釋 不太一樣 那問題是說 反正現在 柯文哲陣營的重點 就是說 是前面有人去找他們嗎 前面有廖子誠 然後林玉哲 說代表民進黨 我是被動 他們來找我 我很無辜 這樣 那我先回應 就很重點 就是說 第一個 民進黨 並沒有授權任何人 代表黨中央 或代表黨團 去跟 柯文哲主席 提議三昌配 第一點 這是非常清楚 第二點 黃國昌委員 今天說 廖子誠跟林玉哲 他們背後是林家隆 總統撫秘書長 那林家隆 剛剛也發聲明 說沒有 這個是 他確實認識 這個廖子誠 廖子誠 也跟柯文哲很好 廖子誠有說 有跟他說 我要去找柯文哲 聊這個事情 他說好 你去啊 對 所以並不是 這個廖子誠 代表林家隆去 林家隆剛剛 已經嚴正了 駁斥了 這第二點 那第三點是 我理解 我今天一定要跟他強調 各位柯粉小草們 我對柯主席 非常的尊重 我完全充分的理解 柯文哲主席 現在是政壇的大紅人 人緣非常好 聲量非常高 第一位又舉足輕重 這麼重量級的政壇人士 我想像一定有很多人 常常要找他 跟他分享看法 跟他提很多的建議 大家覺得他影響力很大 所以像前幾年 柯文哲市長 那時候也說 國際疫苗大廠來找我兜售 去年也說 兩億有人要出美金 兩億美金 喬我退選 柯文哲主席 就是很多人都去找他 講很多話 所以他的身價是最少 兩億美元起跳 兩億難 那我也理解兩億難呢 就是會很多人跟他提這個意見 對不對 相信我柯文哲身邊也很多民間有人 我跟他提說 你們現在就是要如何如何 但是重點是 這些人代表民進黨嗎 不是嘛 因為民進黨 剛剛蘇培議員講得很清楚 我們黨團開會決議 就是就是游錫坤院長 蔡翔副院長 後來就沒有大使 沒有人被授權說要帶一個訊息 沒有人帶著一個書函去找柯文哲說 我們現在想這樣 吳征對不起 我就請教 因為民眾黨一口咬定 說這兩個人 廖林 兩個人都表明是代表民進黨高層 但而且他們有同步跟民進黨確認過 那你的了解是他到底跟誰確認 還是根本沒有確認這一件事情 不 我這個重點是 我不清楚他們是 他們說有碰面是如何 現場怎麼談 他們說有跟誰確認 那問題是 我是民進黨發言人 我代表官方啊 官方就是說很清楚嘛 在黨團會議開完之後 民進黨定調就非常清楚了嘛 就是照黨團決議走 就是游錫坤當院長 然後蔡奇昌當副院長 然後也沒有 黨不論黨中央 黨的系統 立法院的系統 都沒有派人要去提案三昌配嘛 所以我相信大家可以想像嘛 你本來這個社會上 很多人就會說 啊 我敢想 就就寫就寫 啊 我敢想 我敢想 幾十年 那不代表 這個這個人 他背後 他就是一個特使啊 對不對 那就像今天柯文哲的支持者 也跑來罵我啊 吳征 啊 好爛 好笨手 怎樣怎樣 我也不會說 這是柯文哲罵我嘛 對不對 這兩件事情要分清楚 所以民眾黨現在一直說 民進黨有派代表去跟他們談 問題就是事實上這沒有 不論是廖子成 或這個林玉哲先生 他們有什麼樣政治上的見解 希望來促成 那都是他們個人的想法 個人的好意我們也尊重 但是他們不是民進黨派出的代表 OK 好 那這件事情呢 又意外扯到卓榮泰 黃珊珊說 卓榮泰有來找過我 還公布談話內容 然後呢 這個卓榮泰有跟他講過 那黃珊珊的意見是說 他的意見很簡單 就是新潮流不倒 台灣不會好 這句話以前不是 應該是國民黨不倒 台灣不會好 這句話現在通用 好 黃珊珊還原始末嗆 說民進黨是沒用的五十一席 但是網友好像不買單 他說講的 大家應該多麼在乎你的感覺 一月十三號 民眾黨被你玩殘了之後 你就應該自覺甲尾巴躲起來 少說話比較不會顧人怨 白妻 如果你們要推自己人 為什麼開出 誓題要藍綠回答 這是在耍人家嗎 好 所以這個卓榮泰 也發表了聲明 卓榮泰說 他沒有參加一月三十一號的 這場討論 在一月十八號以前 沒有發生任何事 立法院長選舉 他跟黃珊珊有見面 大概是一個禮拜以前碰面 然後主要是表達 什麼看法 就是以游錫坤先生為 作為院長第一人 人選來進行討論 沒有提到游錫坤先生 當院長以外的任何選項 卓榮泰已經講得很清楚了 所以我請教一下 這個靖妍 你這一次 你今天可以扮演那個客觀 公立客觀第三者 你相信吳徵還是柯文哲 我絕對支持吳徵 為什麼支持吳徵 因為國民黨的這個痛 還在我的心中 刻在裡面 時時揮扇不去 我現在又突然想起了 那個軍樂大飯店 那個廣場 對然後這個那個平台 那個桌子 然後這個還有計時器 對還有計時器 還有2586號房的房卡 我都還記得 還有人問我說 我怎麼還記得房號 廢話這個已經刻在我心中了 我都抹不掉 不是耶 這個真的很好笑耶 你柯文哲第一 你昨天說要告嘛 告到哪裡去了 我昨天很期待 我昨天也跟吳徵同台 我說 我絕對支持柯文哲提告 到時候到法院來認證 到底誰沒穿褲子 反正他褲子已經找不回來了 接下來內褲可能也要飛了 對不對 算有點噁心 但是問題是 你要告告到哪裡去 他們昨天就是 這個兩邊一直來來回回 在那邊一直吵 但是這件事情 我必須要講 第一個 為什麼柯文哲反應這麼大 第一個是他 這件事情事實就是什麼 戳破民眾黨 要超脫藍綠的 這樣子的 這個謊話 因為他實際上是什麼 他之前講說 該競爭的時候競爭 該合作的時候合作 但實際上 大家聽他講話 你只要聽重點 重點是什麼 就是我想要合作的時候 我覺得合作 哪裡有利 我就往哪裡倒 你嘴巴上不是在那邊講說 要監督民進黨 然後不是把民進黨罵得怎麼樣 想說新潮流不倒 台灣不會好 結果你實際上 這一些通聯證明了什麼 裡面的時序 我覺得大家可以討論 反正你有意見 你就法院見 但問題事實證明什麼 你柯文哲 還是願意跟民進黨去溝通 還是願意跟民進黨去協商 只要你可以換到你想要的東西 那這不是證明了 民眾黨就是哪裡有利 就往哪裡倒 這是一個 所以柯文哲才那麼生氣 第二個是什麼 再次證明柯文哲 就是一個沒有誠信的人 反正這個 昨天我們自己群組也討論 反正柯文哲這個背信反水 又不是第一次了 是這個詐騙慣犯 大家幹嘛那麼意外 但問題就是你看 你跟人家講 然後私底下這樣子 來來回回的 然後結果實際上 你又出來 到處放話 就管不住那一張嘴 那第三個 還有一個很深遠的 他現在這樣子瘋狂開槍民進黨 第一個是他焦慮 第二個是什麼 他現在說不定同時 在跟國民黨爭取 說他想要有一些委員會的招委 結果這件事情 一旦被戳破 國民黨會想說 你在那邊跟我們講這個樣子 我在想 柯文哲一定是跑來講說 你看我們立法院長 我們沒有去支持民進黨 民進黨一直來利誘我們 然後想要我們支持他們 如果我們支持他們的話 現在韓國瑜跟江啟成 他們沒辦法當政府院長 我們沒有受到他們的利誘 所以你們國民黨 欠我們一份情 那這樣子八個委員會 是不是某幾個招委 是不是要讓給我們 他可能想用這一招 這是不是很合理 我覺得大家可以評評理 但問題是 這件事情被戳破的時候 糟糕了 天啊 我現在沒辦法拿這個 去跟國民黨講 拿來跟國民黨講的時候 國民黨就說 請問一下 昨天這個聲明內容 這個時序是怎樣 你怎麼一方面跟我們談 另一方面又跑去說 不排除跟民進黨合作 萬一民進黨真的說 那要支持黃山山當院長 那你不是耍我們一輪嗎 柯文這可能 天啊 怎麼辦 所以說他才會那麼生氣 他現在才會說提告 可是你第一 你不敢告 第二 然後現在在那邊跟吳徵 整天站來站去 我是真的覺得 蠻佩服民眾黨跟柯文 就是說 他可以永遠有話題 我本來在想說 這個政府院長這一局 他一定會把他 發揮得淋漓盡之語 就是說 吵到最後一天 然後我想到二月一號之後 他應該沒有話題可以吵啦 結果沒想到還可以延續 所以說 這件事情現在 剛剛在講民眾黨傷的地方 第二當然對民進黨 我覺得比較傷的地方就是說 為什麼民進黨 還要跟這種人接觸 因為對於國民黨的角度也一樣 我們大家都受過傷 但民進黨一直罵他 但是還跟他接觸 連卓榮太的臉書發文下面 自己的支持都留言說 民進黨又不是沒被他欺負過 到底為什麼還要繼續 跟這種人接觸 拜託不要了 連自己的支持都看不下去了 那國民黨現在看就是覺得 心有七七焉 幾個月前民進黨 還這樣子笑我們 但我覺得這件事情 最慘的還是柯文哲 他再次向全航安證明 他就是一個沒有誠信 玩兩面手法的人 演員